在美國對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進行新調查之際 美國總統特朗普繼續支持法官卡爾諾 並希望結局一切都好 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白宮藍草坪上 向記者發表講話時指出 聯邦調查局在此大力調查 並與包括指控卡爾諾性侵犯婦女座內的所有人交談 我希望最後結果會對這位法官非常好 總統說對於卡爾諾來說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因之非福 卡爾諾星期四在參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時指出 這些指控無可挽回地損害了她的聲譽 特朗普應委員會的要求在星期五下令調查 新聞報道說聯邦調查局已經接觸第二位指控卡爾諾性侵的婦女拉米雷斯 但目前還不清楚聯邦調查局人員是否已經約談了拉米雷斯 選擇 總統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